香港和國際政治舞台上上映了連場舞燒煙的戰爭 香港立法會選舉選情日吹熱鬧 上星期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和宣傳媒 舉辦了立法會換屆選舉選委會界別候選人論壇 51人欠40席,候選人都是斯文人 論壇上雖然沒有以往的聲勢力竭、互惑黑歷史、互相搭聲的情況出現 但加入戰團的不乏高手、比政綱、比能力、競爭還是頗激烈的 政壇高人指出,近年國際時局變化波厥雲軌 將會對一眾新治港者有新的要求 另一邊商中美援手網上對話後 接種而至的是美國拜登政府一連串的外交小動作 他們最近宣布在下星期舉辦所謂的民主峰會 邀請台灣等超過100個地方出席 但就刻意將中國秉諸門外 拜登政府口中說堅持一中原則 但這次擺明對著趕 還要霸佔民主道德高地 以世界政壇一哥的身份 好像武林盟主般號令江湖 但每個人都知道他是惡不群 打台灣牌 無非就是找個藉口 隔制中國 以台制華 在大舞台上 拜登政府就在搞大農訪 小鏡頭下 幾個跳樑小丑又跑出來玩雜傻 繼前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的家臣 Mark Simon 在台灣高調為黎智英賣慘 聲稱遭中方排斥打壓 更日 美國政府出資的自由亞洲電台 又發布反修例前線手足的故事 一邊賣慘 一邊說不忘抗爭 這些故事 說給香港同老人聽 又說給國際社會聽 這種文宣手法 與昔日的違法佔中 和2019年黑色暴亂 如出一切 透過大量真假誠意的所謂真人故事 唱衰香港 給予外國打壓中央和港府的藉口 關於送中議題的炒作 到現在還未停止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日前有大致標題 強制送中 國際人權組織報告 揭中國在全世界獵捕台灣人 被有中英文版本 圖文並謀 而所謂的送中人士 其實包括涉嫌炮製 無數跨國電話騙案的犯罪集團成員 相信台灣民眾 只看標題都已經嚇過半死 而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和其他國家 大條道理挺台 並逐步實行圍堵中國的大計 事實上 路透社本週初發表調查報道 指美國、英國、澳洲、韓國、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等最少7國 有份暗中協助台灣建造潛艇艦隊 以抗衡中國近年對台升級的軍事威脅感 這麼說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時局 香港可以獨善其身嗎? 香港正值是選舉期 連場選舉之後 新的治港者將會陸續登場 不論是立法會議員、特區問責團隊 或是公務員隊伍 時代對他們有什麼新要求呢? 近日籌備多場選舉論壇 在場邊觀察到一些小花邊 完善選舉制度後第一場立法會選舉 候選人當然十分重視 候選人就像高考學生一樣 手上拿著一搭搭口口筆記 螢光筆加上五顏綠色的告示貼 可以看到他們有多認真地準備 非正式的場邊統計 考生最擔心回答得不理想的問題 包括有一帶一路、國際關係、十四五規劃 或23條立法相關的議題 政壇高人分析 即使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社會表面上歸於平靜 但實際上的形勢未必如此 過去香港從政者比較集中在本地議題 甚至地區議題 但在新的國際形勢下 國家需要的治港愛國者 不可以只有忠誠而沒有視野 不可以沒有政治觸覺 更不可以只關心一區的事務 對自己國家局勢和面對的挑戰毫不熟悉 看回2019年的反修例暴亂 香港不僅輸了法治和社會安寧 被港獨分子作亂 更被台獨分子懲虛移入 將整個台灣都輸買 在管治權的角力上 不僅區議會選舉的絕大多數議席輸給攬炒派 令他們有機會借立法會選舉實現奪權大計 就連台灣國民黨韓國瑜 原本在大好的形勢下 一個修例風波的神助攻 令傾斜台獨的綠營蔡英文大翻盤 韓國瑜就滑鐵路地輸了總統大選 這個教訓說明 治港者有愛國心、有忠誠、有專業、有辦事能力 仍然不足夠 必須有更廣闊的視野 更高的政治洞察能力 了解香港局勢、中國局勢和國際局勢 要有能力帶領香港走出本地和國際政治漩渦 以大局思維駕馭多變的時局 完善選舉制度是改革的重要一步 但落實愛國者治港 是梁政善治更重要的一步 接著還有一連串的改革要做 治港者必須有大局視野 有危機感、有擔當 不能思惟掃餐 亦不要自作聰明為中央添煩添亂 與此同時 對內要做好內交 團結內地同胞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對外亦要積極說好中國故事 將香港和內地真實的故事 告訴國際社會 以抗衡外國借機干預 到左扯牆行則張志 齊心就事成 牆行為當中央添煙 平常要有電腦 又做海櫻 能爬 那是